灰粥 正月 卯时 城门洞口的老虎灶正蒸腾着白茫茫的水雾 水开了 水开了 要打水的趁早 一阵竹帮敲打的邦邦之声伴着苍老暗雅的声音在幽深的城门洞回荡 一下子就让整个城门洞的住户热闹了起来 城门洞尾的李家 赵氏 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 一手用劲地推了腿边上睡得跟猪似的李景福 只是李景福却嘟隆一声 侧过身 继续睡 让他心里抖得冒起了火 重重地呸了一声 呸 这死鬼 随后 赵氏裹着半张旧毯子下了床 直接走到屋子中间 用劲地掀开隔在屋中的布帘子 帘子隔开的另外一边是一张上下铺的木床 下铺住的是李家十四岁的二丫头李真娘 而上铺住的是李家八岁的小儿子喜哥 哪家十四岁的大姑娘还跟父母住一屋 还要跟八岁的小弟住上下铺的 可没法子 李家就得这样 统共就两间屋子 另外一间住着李家大儿大习 总不能让弟弟妹妹去跟他们挤 赵氏看着那下铺裹着薄被缩成一团的李真娘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咬着牙冲到床边 直接抛了被子 用手扯着李真娘的耳朵 尖声道 这挨千刀的死男子 就知道睡 还不快起来去打开水 一会儿家里要是没热水用 瞧老娘撕了你的皮 初春的寒意 再加上疼痛 让李真娘迅速地醒来 此时 她的心情是悲愤 两只眼皮跟灌了千似的打不开呀 昨晚老爹又是堵了很晚才回来 被老娘赵氏扯了一顿子骂 最后 老爹反攻 将赵氏压在床上好一阵折腾 弄得赵氏叫床声跟杀猪似的 如此 跟着自家父母 紧紧一连之隔的李真娘 自然是一夜无眠 她即便是拿着棉花 塞着耳朵 也挡不住那抓心挠肺的声音 起来了 起来了 李真娘叠声道 然后用力地挣脱肢飞快地跳下床穿着衣 睡在上铺的喜根醒了 看着自家二姐在老娘的手上吃了亏 幸灾乐祸地笑 李真娘瞪了她一眼 臭小子冲着她伸了伸舌头 又翻过身 睡自个儿的去了 弄得真娘一阵气闷 快点 别磨蹭 看到李真娘起来 赵氏这才黑沉着 又一咕噜地回到自己的床上 只是那嘶骂声就再也不会停了 而这样的嘶骂 李真娘早已见惯不怪 家计困顿 每个人都显得脾气特别坏 骂人发泄 实在是普通百姓最正常的表现 更何况 这一家子还全都是极品 老爹李景福 每日里不是醉生梦死 便是堵得天昏地暗 再加上坑蒙拐骗的 总之 在城门洞的人眼里 这就是一个烂人挨牵刀的祸 老娘肇事 彪悍 小气 尖刻 再加上见钱眼开 城门洞里的人见到他就躲 不是怕被他骂 而是怕一不小心被他占了便宜 大哥 李正良 对得住他的名字 算是这个家里最好的人了 但是却又太老实了 别说家里人 就是外面随便一个人都能拆使他做事 再加上大嫂杜氏是一个能跟赵氏针尖对脉盲的人 于是李正良在城门洞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无能 怂孟宝似的代名词 至于八岁的小弟喜哥 这小家伙一肚子黑水 不提也罢 提起来又是一把心酸泪 当然 便是李真娘这个身体的原身 那也是一个极品 好吃 为了吃一个葱牛饼 能在这正月里给自己浇一身冷水 冻出病后便到独居一处的爷爷奶奶那里去骗钱 骗了钱来也不撕着去看病 只顾着吃葱牛饼 最后葱牛饼是吃了 却病死了 这才便宜了现在的李真娘 唉 这都什么人哪 一件家袄 一条阔腿裤 腿上系着马面裙 初春的早晨 这样一身衣服 是挡不住瑟瑟寒风的 李真娘 只得用劲地跺着脚 上下蹦了一会儿 然后 在屋外厨房门口的大水缸里 摇水洗脸 一边瞇着眼 听着屋里老娘那各种国骂 苦中作乐 重生过来的这些日子 赵氏国骂 已经成了李真娘沉间的伴奏曲 是乐子 洗漱好 李真娘提了一只大铜壶 就要出门打热水 真娘啊 带着校官 哭了大半宿 弄得我一夜没睡 我要再补补 这时 李真娘的大嫂 杜氏抱着一岁左右的儿子 小校官出来 连着一根长长的背带子 直接塞到李真娘的手里 然后便睡眼轻松地转身回屋 继继续睡她的回笼觉了 你妹啊 饶是真娘淡定 这会儿终于忍不住 低咒一声 然后看到小校官 在自己怀里笑得 没心没肺 又觉得哭笑不得 最后 只得用背带 兜着小校官的屁股 背在身后 校官这时 却是瞪着乌溜溜的眼睛 扯着她的头发弯 李真娘没好气地 拍开她的小手 这小家伙 却又换另一只手继续扯 扯得李真娘的头皮 一阵痛 总之 这一家人 连个奶娃子 都是不省心的 李真娘一边赴匪 一边出门 此时 虽然已是卯时 天光已亮 但在这城门洞里 依然黑暗如深夜 城门洞巷子 是一条运货进城的通道 就建在城门楼下 只有间隔间的几段 能露出一片天外 其他的就跟隧道一样 再加上道很窄 便是艳阳天里 这里的环境 也是阴暗潮湿 这样的地方 别说有钱人 便是家道能过得去的 都不稀罕 也因此 这城门洞巷 最后就成了这些 短工帮衔的 落户之地 换后事来说 这里就是一个贫民窟 棚户区 百多年来 渐渐地 也就形成了城门洞巷 独特的生活景致 而早上到老虎灶里打热水 就是城门洞特有的一景 此时各家各户 都有人提着木桶 或者铜壶出来 渐渐地就汇成一股子人流 热闹得很 李真娘提着大铜壶 背着小校官 随着人流走 不一会儿就看到老虎灶门口 那盏独特的虎头风灯 那昏黄的光线 在蒸腾的水蒸气里 如同水墨画一样 熨染开来 显得既怀旧又温馨 老虎灶的门前 几个来打热水的大娘嫂子 边排队边聊天 不外乎东家长西家短 而虎灶里水泊 则忙得脚脚不沾地 一会儿要给人打水 一会儿要到灶头天柴火 还要给空出来的大锅 加冷水 李真娘在外面瞅着 并把铜壶放在排着的队伍里 不用担心别人插队 这时代这方面 比后世规范得多 铜壶摆在那里 别人还会顺手帮你往前移 绝不会有人插队 笑着跟周围的人打了声招呼 李真娘便从人群里 挤进了老虎灶 自顾自地帮着水泊忙活了起来 添好了大锅里的水 就做到灶头添柴火 虽说做爹娘的不招邻里待见 但家里穷困 周围邻里能帮的还是会帮一点 比如他来打开水 别人一桶要两文钱 而对于他家水泊一向只收一文钱 这就是勤奋 哟 那不是李家的二丫头真娘吗 这丫头一向是个没心没肺的贪吃鬼 如今倒也小得帮人了 外面一个老嫂子 看着造力天柴火的李真娘 一脸稀奇地道 哼 这十来天啊 我天天都看到他帮水泊干活 倒是比以前懂事了 另一个婶子道 哼 有那样一对父母 他要是再不懂事 怕以后就没活路了 那田家的事情 你们听说了吗 这时边上一个大娘 神叨叨地道 什么事啊 周围几个都好奇地问 前几日啊 田家大少爷田本昌 邀了几个铜窗游黄山 不慎掉下悬崖了 那大娘瞪着眼睛道 啊 周围的人都一声惊呼 哪怕是没命了吧 何止没命啊 我告诉你们啊 搞不好连尸骨都捞不着 历来在这黄山上摔下悬崖的 你看有谁家捞个尸骨回来的 唉 那大娘摇着头叹息道 哎呀 这下真娘可完蛋了 前段时间 那赵氏不是才逼着田家人定下婚期吗 这下真娘不就成了望门寡 这以后再想嫁个好人家就难了 一边先头说话的婶子一脸可惜地道 呸 就真娘家里那些人 就算不是望门寡 好人家也不敢要他呀 那貌似灵通人似的大娘道 随后又压低声音道 我有一个妹子在田家帮厨 我可听我妹子说了 田家人已经放出话来了 说田本昌出事都是真娘给客的 因此便是这望门寡都不要李真娘做 人死了都要退亲 退亲这对李真娘来说 未尝不是好事啊 只是李家那赵氏 可是掉在前眼里的主 当初逼着田家订婚期 不就是为了田家的聘礼吗 如今这聘礼 哎 怕早让李景福给败光了 李家如何还能拿得出钱来 那老嫂子道 可不就是 听着那老嫂子这般说 周围人一阵叹气 说起来这赵氏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这真娘同田本昌的婚事 是当年李金水同田老爷子的一句戏眼 而今田老爷子早过世 李金水也不再是李家墨房的大掌柜 只不过是一个守着杂货铺的糟老头 事过境迁 虽说李家在咱们这里还算是大户 但李金水这一房 却早就淡出了李家 田家如今又如何瞧得上他们 本来这事大家心知肚明 不提只当是没这回事就算了 便赵氏想前想疯了 居然逼着田家履行诺言 当时闹得满城皆知 若是田家不履行诺言 就要告田家背信弃义 而田家那也是 灰州府数得上的木材商人 人亦理智信 这是灰商生存的根本 没人敢违背的 没办法田家才抬了聘礼下聘的 可没想婚期才定不久 田本昌就出事了 倒是难为了真娘这孩子 此时坐在灶头天柴火的真娘 也不由的有些麻烦的敲敲脑袋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虽小 但老虎灶通共就这么大点的地盘 李真娘还是隐隐约约听清楚了些 这个姓田的未婚夫 他也知道一点 只是他到这个世界也不过十来天 再加上现在也才十四岁 本朝女子成亲多在十七岁后 因此倒也没急着思量这些 倒不成想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田家人也放出话来了 要是李家不退还聘礼 便要真娘为他儿子陪葬 我呀 倒是琢磨出来了 这田家人退亲是假 谁不知道李景福那毒鬼 早就把聘礼输光了 这琴还退个屁呀 怕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真娘陪葬 哎呀 心思很呐 那大娘阳高了些声音道 又扫了李真娘一眼 倒好像是要故意说给她听似的 李真娘也是心知肚明 别看着大娘好像那长蛇妇一样说着八卦 但却着着实实是好意给她一个提醒 让她好早做准备 而就是这大娘 就在几天前 真娘挑了一袋水从她家门口路过时 便当断了 两桶水洒在大娘家的门口 真娘被她逮了好一顿骂 最后这大娘还从真娘大哥那里 额了三枚铜钱 结果被娘亲赵氏知道了 赵氏又跑去大娘家里闹了一通 硬是把三枚铜钱要回来了 因着这三枚铜钱 两家人算是结怨了 可结怨归结怨 如今这大娘却通过这个方式 给自己提了个醒 城门洞人便是这样 平日里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吵闹闹的 谁也不会让谁 可真遇上大事了 却也不会坐视不理 都是苦哈哈的人家 一起在城门洞讨生活 若不互相帮衬着点 岂不是要叫外面的人 欺负死了 这会儿 李真娘便站了起来 冲着那大娘道 谢谢大娘 别自作多情 那大娘却是不愿 呈李真娘的感谢 她可不会向那赵氏服软 随后便提着热水离开了 这时水博已经帮李真娘 打好了热水 冲着李真娘道 开水打好了 快回去吧 跟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 嗯 李真娘点点头 提着铜壶出门 背上 小校官不知什么时候 睡着了 打着小呼噜 走在路上 真娘心里打定主意 这一事情 可不能由着田家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田家要退婚可以 要退聘礼也行 但得给自己时间 不能借着退聘礼为由 打陪葬的主意 只是话又说回来 这种事情 还得爹娘扛得住啊 李真娘边琢磨着 就进了家门